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他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1928到1935年 胡塞尔退休以后 他有一些著作 在这些著作里面 大概对他生命的体认是蛮多的 所以他经理上 他退休了以后 他自己有多一点的时间去做研究 他有很多的思考 所以在这里他特别强调这些东西 就有点像伴侯格一样 他欲众书简 所讲的就是 I and law 我跟他的关系一样 所以这个事实上 后来都走向人际关系 那我们都知道在哲学里面 近代讲人际关系 最有名的是亚斯佩 亚斯佩斯 是最有名的 他是讲人际关系 讲关系 然后整个发展 后来因为他这样的发展 所以后来影响了亚斯佩克 亚斯佩克 后来现在在系列学里面 是非常有名的 非常重要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事 后来Fidehide 就是讲的process 提到这些 所以后来在胡塞尔 他自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我者也自我于他者 那我是觉得我们念哲学 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缺点 当我们念胡塞尔 我就不会去念别人 我们就没有想到 胡塞尔这个自我跟他者是怎么来的 难道是他自己发明的吗 所以他受到当时的哲学的影响 受到当时的哲学的影响 或者受到当时的心理学的影响 各位想想 1928到1935年 这七年间 欧洲的心理学早就发展出来 很好的标准 他们几个都出来了 Floid更早了 Floid85年就开始出来了 对不对 就开始出现了 York在二十世纪的初步 都出现了这些人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 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就是 他在退休以后 他为什么会出现这自我的佛余 我者于他者呢 我们的传测是 作为一个哲学家 其实根本不需要考虑他者 对不对 你作为一个心理学者 才要去考虑他者 那为什么化疗 作为一个哲学学者 要去考虑他者呢 他应该有几个问题 或者有几个状况 第一个状况 可能是 实际上碰到困难 也就是他的人际关系不好 对不对 如果他的人际关系 各位在座各位同学 你们念大学 念哲学 念四年 念心理系 念三年 念三年级 四年级 二年级 四年级 所以在这种状况上 我们就发觉 我们其实在念哲学 哲学的过程里面 我们跟他人的关系不大 都是我自己在念 对不对 我就跟别人讨论 也是怎么去了解 那个作者而已 我并没有说 真的要去发展成为一个 把这个哲学发展成为 跟他人的关系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人际关系 而且哲学系的人际关系不是那么好 不是那么好 所以出现这问题 所以后来权势学很重要 就是来发展这些东西嘛 所以人类的主体系 世界是由意识流的主动指向性 而呈全出来的 所以看到没有 意识流的主动指向性 所以我们有一个意识 我想跟你改成关系 这是一种意识 我想让我跟你的关系 变得更好 我想让我的理念能够告诉你 让你能够知晓 这个就是意识的指向性 意识流的主动指向而呈现出来 然后呢 在意识流之中 到底有没有一个 称为自我的统合中心呢 就是说 别人的观念到了我心目中 或者我的观念 要出去的时候 或者我有没有一个统合的 可以告诉我自己说 我跟他的关系在什么样的未经 或者我要 让我自己成为 在他心目中 是什么样的未经 所以如果你们在座 各位同学 你们好朋友的时候 你们可能问一个问题 说到底我在他心目中 算什么 算什么 你们两个问一问 是不是第一 是不是第一 是不是首要 我们可以问这个问题 所以因此他就开始出现 国塞尔观念有三次变化 这里面就出现 第一个 是没有自我的意识论 not ego theory of consciousness 就是没有自我的意识论 也就是说我在别人心目中里面 就是说我在跟别人的关系中的发展的时候 我的自我是不存在的 我犧牲掉了自我 所以他说没有自我的时候 或者说根本人家眼中就没有你啊 没有你的话那怎么办 第二个 然后呢 你这 变成真我 shrug ego 你再回到说 后来我从这个观念中没有了以后 我到底怎么样再发展出来 他让他生命中会有我的一个观念 最后呢 能够呈现出 他那么一个 动态的我 动态的我 所以我们就可能问这个问题啊 到底我在他人心目中有什么样的地位 我在他人的关系中 我跟他人的关系里面 我怎么样去表现自我 然后呢 我怎么样让别人的在别人的关系不是一个静态的 而是因为一种动态性的发展 所以这个在他三本书里面 他都提出了这个 罗解研究观念论跟迪克尘词录 这里面说 他从我的经验中架高住他者 这三个步骤 可是请各位记住啊 胡塞尔不是只用other 或者him no 或者heo 我是用什么 other ego 这个是不一样的了 所以你是 你是另外一个我 另外一个我 other ego 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上表示 这个ID ID ego 跟other ego 彼此之间有一个 不为主体的关系 所以当我使用ego这个词的时候 我就显示出那个主体性的故事 所以这里面就出了 所以因此他就出来三种方式 一种叫做peri 比对 另外一种是appresentation 并现 第三个是遗情法 三种 那各位都知道遗情法后来在心理学里面很多 叫projection 我偷射 我一种转移 对不对 我喜欢我妈 然后我跟我妈关系很好 后来我在学校里面看到一个学姐 跟我妈个性好相 所以我就遗情 到她身上去 再认为她是我妈 所以很多事情说我去找她 对不对 这叫遗情法 反过来讲也是一个女生 在家里跟她爸爸很要好 什么时候跟她爸爸讲 后来在学校里发现一个男生 跟她爸爸好像 所以她就什么都可能 就遗情 遗情这个是会有可能的 这是第一种 这个还算正面的 负面的就可怕了 对不对 负面的就可怕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在她记得到这三种 第一种叫pairing 比对就是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pair一个pair 一pair就是我们就一对一对 pair就是对比 那你比对的时候 我把这一组拿来对比 拿来对比 看看结果怎么样 这样的模式 然后呢 并现法就是appresentation 就是我同时把它呈现出来 把我跟她 ego跟otherego 同时呈现出来 我看看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那这里面我们知道 有很多的模式可以讨论 这跟着我们来讨论 那这个时候后来 她就是要让自己进入 自我以他者 能够进入一个life world 所以胡塞尔自己后来发觉 固定在哪里 发觉它跟外来的世界 关系不大 那我们念学的 念书的人啊 都念念书的时候 在大学念书的时候 大家都是自我为中心 那这样子不够了 所以你怎么样让自己 进入一个生活的世界 所以她就提到这个问题 那这个推秀她主要是要做这个事情 好 那现在她怎么样从无自我为 她的发展到一个生活的世界呢 它有几个过程 所以在她这本书 欧洲科学的危机跟超越现象学 那这本书里面 她就提出来几个问题 第一个无点理性 就是我们在要进入一个生活的世界中的时候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世界 我们的世界 所以我们可以有感性的世界方式 我们可以有理性的方式 我们也可以有理性跟感性 互相交融交融的一种方式 所以她首先提出 监讨 所以古典理性给了我们什么优点 给了我们什么缺点 给了我们什么好处 给了什么不利的东西 古典理性 所以欧洲精神 相信借着理性的力量 能够能够获得绝对的自主性 那各位都了解 自由的精神是从欧洲开始发展 自由主义确实从美洲开始发展 自由这样的一个思想是从欧洲出来的 可是自由主义这样的一个想法 确实从美国的政策发展出来 所以因此他们认为 他们其实认为 获得绝对的自主性 所以你要获得绝对的自主性 那就是要完全的自由 那我可以借用理性的方式 我可以像借着理性的一种力量 我能够获得绝对的理性 然后承担自己创造历史的史 并自由地创造自己的历史 这个他认为这是古典理性的模式 但是这样一种古典理性的模式 在今天来检讨的时候 特别是在自由主义流行的过程中 这样的理性是不是符合对方的需求呢 所以另外一个人他就说 如果什么叫做偏颇的理性呢 这是古典理性呢 这是偏颇的理性 那什么是偏颇的理性呢 他说启蒙时代 自然科学工具理性 相信只要找到自然运作的普遍规律 所以人类就可以对自然运作发生进行谋测 某种预测的控制 对于我们叫做什么 能定升天士 台湾各位同学记不记得 在我们以前啊 在六土十六以前啊 台湾的所有施工啊 对于工程啊 这施工叫做能定升天法 什么叫人定升天法 就是逢山开路雨水打桥 就开过去 后来发觉 逢山开路以后 把所有生态都破坏了以后 现在又走了另外一个起段 叫什么自然工法 所有的事都标准 所以各位同学记不记得 九二一地争以后 政府就决定了终衡了 就禁建了 不再恢复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终衡 队员能够到哪里 河湾山 到黎山 对不对 黎山以后就进不去了 就没方进去了 从花莲走这一段呢 也不能进去啊 就终衡这样 所以你只能走南衡 后走北衡 你不能走终衡 因为终衡他们就是决定废掉了 在条马路废掉 各位想想 民国47年1958年 当时退出官兵辅导委员会 动员多少人力去开终衡啊 非常非常的美的啊 可是现在不行了 就是因为大家发觉 是两个极端 所以我们怎么样 在能够找两个 在自然工法跟人定升天法 这两个极端里面 能够找到一个核心 所以这个终点理性 跟偏颇的理性就讨论出来 所以后来他们就发觉 启蒙时代才会产生的问题 可是各位同学啊 今天台湾还在相信启蒙时代 我们台湾的社会啊 我们政府 我们学术界啊 都还在相信启蒙时代 都认为我们可以控制 而且人民呢 也期望政府 学术界都不预测 所以各位记不记得 八八水战 发生以后 我们的政府官员谴责谁啊 气象局啊 说测不准啊 开玩笑 不然叫总统来测看看 看他测不准 指挥嘛 后来气到那个什么 气象局那个 气象局定报中心主任不干了嘛 他觉得这个 把理性呢 糟蹋掉了 他就是用什么 偏颇的理性 所以从总统开始下来 都是偏颇的理性 这次还更狠了 这不是 这次 那个什么 海鸡会跟 陆委会两个交谈 跟那个大陆海鲜会交谈的时候 他产生的不是偏颇理性啊 叫做邪恶理性 理由为什么 为什么叫邪恶理性 就是 一直的轻蔑对方 轻蔑对方 就是 不尊重对方 侮辱对方 一直把自我 放成最高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 后来这些人就只 产生一个 唯我独尊的思想的时候 别人就变得不重要 所以各位同学 你们在座同学信号 都没能够受到一些挫折 第一个挫折就是 因为没考上太大 对不对 通通接到佛人 那佛人不是最好的大学啊 因为在台湾社会 这种偏颇理性 跟邪恶理性的过程里面 她是以公立学校为主嘛 私立学校为辅 对不对 在私立学校里面 果然还算不错的 还算不错的 在公立学校 我们已经在全私立学校里面 排得第三名 我们已经赢了好几个学校 很多学校 排得第三名 在公立学校里面 我们赢得更多 这个时候 大家就可以慢慢 可以发掘 昨天读者 我们在来采访我的时候 他说 在他们的印象里 任务佛人大学 是一个中间的学校 我说不对 因为家长跟学生的选择的时候 他选择的一个原则是 是叫做 要公立学校 要北部 要交通方便 这是第一选择 所以你南部的 交通不方便的公立学校 他也不一定会选 第一个 第二名要选什么 公立学校 要选私立学校 要北部的 交通方便 然后呢 还有学费低了 用学费来决定品质 所以我昨天就跟 读者文在的编辑说 你们每一期卖 198块钱 太贵了 哪里有一本 那么小小的 薄薄的一本杂志 卖198块钱 所以现在我们根据市场 根据市民主义 民粹主义 我们要求你降成两块 你干不干 根本没办为生 那既然你读者文在给他 为什么你读者文在 助纣为虐呢 你媒体为什么要助纣为虐呢 去助长这种不合理的想法呢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理性主义 各位同学 不要以为理性 自从理性主义 在士林哲学来讲 理性主义是没有错的 都是 always correct 可是从理性主义出现以后 理性变得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个理性是以人为主义 而不是以真理 过去在士林哲学龙中的理性是 理性跟真理是相符的 可是理性主义出现以后 理性主义跟真理不一定相符 它只不合事实 甚至有时候理性主义 它不一定符合事实 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胡适尔 所以说欧洲科学的危机 他就提出这个危机 就是以那个不正确的理性 作为判断的准具 这才是问题 那他下面接受 自然科学的世界 是人类在生产这个主题的世界 所建构出来的主题化的世界 所有的主题化世界 这些都是有一群专门化而特殊 持续的所共同建筑 都具有某种程度的排他性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是胡适尔说的 具有某种程度的排他性 所以我念物理学的时候 物理学我可能就会排斥别的 所以现在念科学人 都觉得自己比念人文的好 觉得他们比较优秀 念伊德当然是最规矛 人文自己是最优秀 念伊德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做实验的比不做实验的更优秀 不见得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骄傲 所以都具有某种程度的排他性 他说相当于自然科学的世界 世界或生活世界是以具体的人为之间 所以我们就发觉 自然科学的世界的人 不太多人 自然科学世界的人不太多人 而我们人呢 在人的世界里面呢 我们对自然科学的理解全独行 所以这个造成一种隔阂 人为独行说 直接知觉到的世界 生活世界绝不是某一个人私密专有的世界 它是认知主体跟他人直接或间接协商所形成的世界 所以它是间接 其间充满了主体主动架构与运作的成果 所以今天我要能够走出去 我能够从外面走到三楼 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的成果 是我跟他人共同合作的成果 所以有人来盖房子 有人来盖房子 把房子盖了以后 我才能够进到这个房子 有人弄了一部汽车 所以我才有能力做汽车 所以有人种稻米 后来把稻米收成了以后 然后我把它煮成饭 我才有能力吃饭 对不对 我不会直接吃稻米 当然过去的人可能直接吃稻米 对不对 就往这边放 那每天帅吃几里就会饱 这样完全符合戴奥特的原则 减肥的原则 今天你们是吃两碗 男生那个吃两碗 不觉得女生吃一碗觉得太多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真实 所以充满了主体主动架构与併作的成果 生活世界虽然是主题化世界的基础 却不具有排他性 所以很清楚了 自然科学的世界是具有排他性的 而人的世界没有排他性 所以我可以跟它共存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今天我们教室的空间这么大 好处在哪里 对不对 我坐那里 然后你跟我说你要坐 然后我就要让你坐 我就坐别的地方 没有什么排他的 我不能跟他说 说我非坐这 我记得好像你上里面坐不同的位置 对不对 你坐在别的地方 对不对 可是你每次都坐相同位置 对不对 你也是 你们两个都坐门边 对不对 你看 我都记了你们的位置 那你们这几个带有人便来便去 看来都发现有无所谓 我进来看他影座了 那我就坐别的地方了 所以我没有什么排他性 没有什么排他性 所以不去排他 它是全体人类 共同创作 也是对全体人类开放的世界 所以到这里 就开始护为主体了 胡萨尔又开始提出护为主体 也就是说 我的主体世界 主体世界 跟他人的主体世界 是不相冲突的 我是不冲突的 可是在科学的世界里面 它是会冲突的 所以这个是胡萨尔的想法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 但是我们蛮会做的 相应 这个是我们就题了 那这个算我们用过了 所以我们说 好吧 那就到前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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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